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中交朋友 有些人可能就不中这个 其实要不要交朋友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能不能把身边的人给守好 其实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跟男人所给予的不太匹配 女生想给男生的和男生想要的也不太一样 所以静下心来 要坚信一点 如果他够爱你 再给他点时间 你得坚信 这个我们没法帮你判断 他爱你还是不爱你 只能本质是好是坏 你最清楚对吧 减少点应酬行吗 你觉得他的核心是让你不应酬 还是让你多关心他 那根本是多关心多一点 对 你看他一开始挺平静的 图老师说那段话的时候 说看着这个女人的物质条件不错 但是他的心里是很苦楚很寂寞的 他哭了 所以怎么平衡所谓的在外的打拼和对内的安慰 下下心吧兄弟 行吗 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以前有对不起你和孩子的地方 在今次将来我会改的 跟我回家吧 你说改 你在这说的好听 回家你能改吗 我一定会改 你想想再说吧 没了 亮灯吧 好好想想好吗 冷静一下 别老说气话 记住了吗 老师们说的 记住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如何面对事业 爱情 其实大概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 怎么样来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在现实里 是很多男性面对的一个问题 别挣了钱 最本质的那点情丢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夫妻 他们自己 你干嘛又来了呀 我是想为了孩子吗 谢谢了 把酒系了吗 对 对身体有好处 对家庭也有好 我以后都挺我喜欢的 你这喝成这样了 你抱得动他吗 抱得动 好 明白了 抱得动 我跟你说 别太要面子了 有些面子没必要争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他当爹的 对 来 好吧 从这儿走 慢点 这个礼物送给他夫人特别好 那广告不是说的好吗 要保湿 亦北湿 不就希望夫人能够光鲜一些吗 对吧 其实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这种更重要的还是爱她男人对她的疼爱很惯用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老婆我爱你 请亮灯 请亮灯 这就走了 他们观众说了 你看 他说的跟我没关系 让你把他抱不走 道太远了 所以说呀 少喝酒 锻炼身体 谢谢两位 好好过日子 少喝点酒 对夫人好一点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оздIP 有 seen 两子 AT 。